Sandy,我們先聽港股 預了跌,因為昨晚美股跌得很急 我們順應也跌下去 再加上油價等因素跌 三桶有售額都拖累到港股表現 但明明我們先跌 美國再沽下來時 為何我們連少少能頂著的力量都沒有 似乎一面倒淡 很多消息浮出來,不算太有利 本來我們反彈得好 但是內銀又拖回我們下來 突然間又說有硬指標 雖然出來澄清了 不是硬指標 但是似乎沽了下來就沽了下來 買上去都要找一些新東西 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現在目前似乎 政策上,內地方面的政策支持 都做了不少 但是見到我們的股市 仍然不算太穩 大家可能都要一直觀望 觀望騰訊業績 觀望G20 集特匯 這些情況 會受到外圍拖累的情況更加明顯 你看到指數由低位反彈上去 接近二萬六千多的水平 大家都覺得OK 今年的低位應該下跌了 但是這幾天又再跌下來的時候 看法市場是否又要再調整 又擔心現在向下望 又要再試穿之前的低位呢 我想就是二萬四千五 是否支持得到呢 還要看 今天來說是關鍵的 試一試二萬五 看看它下跌的承接力是怎樣 如果是OK的話 其實形態上 都可以有一個複式的底 出現了 都不出奇的 但是 現在唯一比較擔心的 始終都是美股 美股的拋售 就剛剛開始 今年以來 其實它還在升 就是道指、S&P、NASDAQ 都還在升 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股市 降署是強的 但是它這兩個月的拋售 其實都是很強 以及很決斷 意思是 估得很狠的 估得很狠的 之前估完之後 很快可能重整回形態的升勢 但是今次特別是NASDAQ 那些的估額是相當重的 以及都是沽一些強勢 最好的股份 這些這麼好的股份 都被人沽 其實都是 預計到市場 仍然都有壓力 你看到港股這邊跌 其實亞太區股市 是要跌的 你看到日股的跌幅 也有2-3% 都沽得比較急下去 南韓那些也是 他們又是科技股 可能比較重一些 就是重磅一些 你見到指數 都要捱沽下來 大家亦有另一件事 在害怕 就是美元性 12月加息也當然了 大家都看會不會繼續升上去 因為當美元一強的時候 香港這邊就要擔心人民幣跌 對我們的影響 亞太區這些比較 例如新興市場 大家都怕又會再怕 資金流走這些情況 會不會 這些事情 大家接下來又是 到了年底 是另一個憂慮加深了呢 都會有的 多多少少 但是近來來看見到 美元強 好像是對歐元 對英鎊那些比較強 但是對新興市場的影響 暫時來說不是那麼大 因為歐洲有自己的問題 意大利財政赤字的問題 另外脫鉤也是複雜的 這也是影響了近期的市場氣氛 我自己覺得 目前來說 亦沒有一個特別的出路 所以這方面 都會令到美元的強勢 或者美匯指數 可能都在97這些位置可以做得到 至於對人民幣的壓力 造成多大 這個都還要留意 當然現在都是迫近之前的高位 看看它能否破到之前的6.97 98那些 98甚至是迫近7 目前來說依然官方都比較淡定 似乎對7這個關口 亦都好像挺有把握 而投機者未必敢測試這個水平 好了 剛才Sandy都說了 港股今天就看著25,000 是否可以守得住 守得住技術形態上不算太差 但是似乎不是很捱得住 就是科技股 特別是手機設備股 都是承接外圍方面的消息 因為你見到 蘋果其中一個面容識別技術的供應商 就下調了 就是未來的營業壓預測 所以大家很直接就想 它下調的預測 似乎它的大客仔 蘋果可能賣手機 應該不是賣得好 再看回 就是腹內地方面 對於手機市場 究竟需求有多大呢 都出了個數 就是內地頭10個月 手機市場的出貨量 按年是跌了1.5% 整體的大數已經下跌了 同一時間 在蘋果身上 你見到它的競爭對手華為 就升得很緊要 據民部新機 就很賣得 在內地方面 市佔率一直都在提升 現在擔心內地的手機市場需求 都拖累到蘋果的銷程 連帶信譽這些手機設備股 捱沽了都很一段時間 但你見到今天都還未止射 信譽3%跌幅 瑞星科技更加 蘋果手機供應商的跌幅更大 去到5% 好了 信譽 去到這些水平 當然有大行的目標價 都下調了 不過還在100元上 大家看著 69元差不多接近70元 這些水平 距離100元 都甚遠下 大家是否真的還未 大家還未去到一個 很願意下調目標價的位置 我想現在都看到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不斷被調低的盈利預測 是 這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經濟的方門 還有手機的出貨量也都少了 今年來說可能沒有甚麼突破 我們的手機 最多是說三鏡頭 但是三鏡頭也不是主流 暫時來說可能再過多一兩年才是 所有機都是三鏡頭 變成了相關的手機設備板塊 都是持續受壓的 加上整個氣氛 或者科技板塊的 以往的高估值 已經無法支持 成熟 所以變成 他們的股價仍然要不斷下跌 信譽來說 其實已經是 這麼多隻來說 都算是 能夠頂得下的了嗎 能夠頂得下的了 所以目標價 都依然維持得比較高的水平 雖然均勻了一架 主要大家是看著它 剛才說的未來三鏡頭的趨勢 還有手機鏡頭的出貨量確實是做到的 毛組那方面就弱點 可能毛利率也受壓 但是手機鏡頭 那方面其實是強的 但是當然未必說 幫到今年的盈利 今年盈利都是弱的 可能沒甚麼增長 甚至有輕微倒退也不奇怪 但是大家是在寄望2019年 那個增長動力會回來 但是無論如何都要捱過這一浪的拋售 或者是股值的下跌 但是這一浪的拋售 都經歷了不是短時間 高位落到來 殺到下來 你現在看它的PE就23 如果以預測PE 都還有18、9倍的水平 似乎還未足夠 是不是呢 那個調整 估值調整方面 如果你說用今年 譬如上半年業績 不是那麼好的情況 大家看這個估值當然是 協不協的 是 但是如果你看回2019年 外面街依然都是在看一個 強的增長 因為如果你看回它 手機鏡頭的增長動力 其實依然都是一直在保持 似乎它的佔有率 或者特別是對高端的手機出貨 仍然都是維持得到的 所以這方面 暫時說市場未必是太擔心 所以落到這些位置 其實估值上是有支持的 不過你說 市場情緒 弱它都要估下來 這些是無法避免的 變了走 所以看看它今年的低位 是否守得住 好了 另一隻今天要說 就是這幾天都會要說 因為它就看著它出業績 出業績之前 就不斷被大行下調 它的前景和目標價的預測 德意志最新下調了 它的目標價是17% 其實都是看過因素 就是它的手機遊戲的監管 一個政策風險 一直都未明朗 亦都未見到 好像有鬆手的跡象 暫時你看到騰訊 守住260元的關口 跌10.43%的跌幅 大家都看它 好像很多煩的業務 以前看它很有亮點 長遠看OK 但當市場情緒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是的 你有很多東西 但好像其他東西 就未能夠蓋上手遊業務的影響 於是大家就一味地看淡膚下去 業績前有這樣的沽壓 究竟代表著甚麼呢 我想業績前的沽壓 比較多是反映了行業比較保守 大家都一直在下調它的估值 以及盈利預測 今明兩年都是一直在下調 剛才Heidi也說得很正確 就是手機 它的比重比較大 騰訊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以往曾經有一段時間 都是覺得它的手機是方緩 而令到它的股價受壓 之後手機遊戲突然有一個爆發增長 推動它的盈利的上升 這個故事也是一樣的 現在這個故事 就是反過來 它受到比較多的監管 似乎官方也都對手機遊戲 對青少年或者社會的影響 都看得比較緊 這個環境就未有太大的變化 而剛剛 《金山軟件》出來的業績也是一樣的 它本身在做的手遊其實是倒退的 你看到它這次第三季手遊是好一點的 是因為它剛剛七月份 有一個新的手機遊戲出來的意思而已 它本身的遊戲其實是弱的 在這裡放回騰訊 故事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因為第三季沒有新的遊戲 都是用回舊的《絕利投生》 是 王者榮耀那些 王者榮耀那些 現在都不會有驚喜給大家 反而是會不會倒退得更多呢 反而這個是擔心 但這些因素其實反映了在股價到尾 大家一直都看探木 從來都沒有看好過去的 你的目標一直都下調 你看它的盈利預測 那些行業全部都是向下調的 到一個怎樣的水平才反映了呢 是否真的要出業績 看管理層怎樣說的前景 或者看看有沒有兩點才可以叫紫射到呢 這個會有幫助 先看看業績 大家會定一點 不用再鼓勵 一定會再歉一點 這個看 還有管理層的指引都是很重要的 他們對於手機遊戲 可能講多一點 另外也都講得比較多 可能是AI、運 它那方面的部署是怎樣的呢 這個都會令到投資者是放心一點 加上業績之後 亦都可以重新啟動回購的行動 這個都會帶來幫助的 而我自己覺得 整件事的關鍵始終都是監管的環境 現在不單止手遊 現在好像社交媒體的那個 就是言論的審批那些 不要亂發放 這些可能社交媒體的營運者 都要兼顧 所以這裏都是蠻頭痛的 這方面就要再看看發展是怎樣的 要等業績 剛才你也提及過 金山軟件出了業績 第三季就營轉規 當然遊戲業務 是剛才你提及到 其中一範比較受影響 更重要的是 它的投入成本亦都多了 成本升了 市場看到成本不太對老 但業務其實正在差下去 整個科網、軟件 這些是否跟美股一樣 現在還是要先沽下去 暫時來說 我覺得仍然是 仍然是 仍然是 我覺得在估值上可以 嘗試投資價值浮現 但我都會等一等 才去做 市場成緒始終都不走 這件事就沒辦法了 這件事就和陳漢軒聊到這裏